一起学成语 真是气死人了 甜甜姐姐 发生什么事了 为什么要生气呢 彤彤姐姐 我再也不理优格姐姐 不跟她说话 也不要跟她玩了 为什么啊 你们两个不是好朋友吗 我跟她才不是好朋友 彤彤姐姐 你知道吗 今天自习课的时候 老师叫我们 温书写功课 我的橡皮擦 掉到地上 我只是弯腰去剪 你知道优格姐姐对我说什么吗 她竟然说 我偷看她的答案 这样听起来 只是误会一场 这才不是误会 我自己就会写了 又不用看她的答案 可是甜甜姐姐 你也不要怪优格姐姐啦 是因为你有了瓜田里下的行为 所以她才会误会你啊 彤彤姐姐 什么是瓜田里下的行为啊 哦 瓜田里下这句成语 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哦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这是西瓜田 这是李子树 瓜田里下 是用来指容易引起别人怀疑的状况 从前有一个叫阿文的人 阿文觉得自己是个品格高尚的君子 可是有一天 她经过西瓜田的时候 被农场主人给捉住了 并且说她偷东西 为什么阿文真的有偷东西吗 原来阿文在经过西瓜田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鞋带掉了 所以她就蹲下来绑鞋带 没想到这个时候 西瓜田的主人看到了 便大声地喊 有小偷啊 有小偷 小偷 你别跑 我不是小偷啊 那你蹲在这里做什么 不就是要偷我的西瓜吗 不是这样的 你你误会了 我只是刚好鞋带掉了 所以蹲下来绑鞋带而已啦 经过阿文的解释之后 西瓜田的主人才知道 他误会阿文了 原来是个误会啊 但是有一次 阿文经过李子树下的时候 突然有一阵风吹来 把他的帽子给吹歪了 帽子好像歪了 阿文用手把帽子调整了一下 没想到这时候 李子圆的主人看见了 边叫边跑过来 你是不是想偷摘我的李子啊 我没有 我没有 我只是帽子被风给吹歪了 所以用手调整一下帽子而已 我没有要偷摘李子了 在西瓜田里面绑鞋带 在李子树下调整帽子 这些都是容易让人误会的行为 瓜田里下这句成语 就是指这些行为很容易让人家误会 就像挺挺挺姐姐 你这个剪橡皮擦的动作 也很容易让优格姐姐误会你啊 嗯 彤彤姐姐 你说得没错 我以后会多注意 不会再有这种瓜田里下的行为 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嗯 那现在 你跟优格姐姐合好了吗 嗯 我们还是好朋友 嗯 太棒了 那大家都知道瓜田里下 这句成语的意思了吗 一起学成语 下次见哦 拜拜